在PC版的设定中,火属性妖精的技能属性之火可以大幅增加火妖的攻击力 不过在天堂M的设定上,或许是为了平衡各职业的能力 火属性妖精一直都是被边缘化的角色 老玩家想要再次回味火妖杀敌的快感却不得奇门而入 这个火妖的设计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啊 还好最近一次韩服的改版,为火妖带来好消息 也就是属性之火,这个技能终于推出了哦 眼看其他职业都有暴击或1.5倍的伤害 咱们火妖一样是近战职业,怎么能缺席呢? 属性之火可以为火妖带来1.5倍的暴击伤害 而且发动的机率相当高 在PC版的设定当中,发动机率为33% 天堂M的发动机率,似乎也是照着相同的设定 看韩服玩家上奥塔测试打怪的影片 画面上不断跳出1.5倍伤害的动画 看来,打怪的快感就回来咯 好在官方没有把属性之火的取得门槛设定的太高 只要在雪蒙商人用8万名义币就可以轻松入手 对玩家来说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但等级必须要到70级以上才能学习 目前韩服已经推出,意味着台版也会随后跟上 喜欢火妖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